晏翠我聽過最屌的就是 裝自己腦筋有問題 對 去 我把現在我們講說 你刷白刷成卓別林 把那隻馬刷成單馬 厲害 掌劍牌多了 我永遠記得我新兵中心 有一個新兵叫做棟梁六 我到現在都還記他名字 多好笑的一個人 任何時候他永遠有辦法 他永遠有辦法離開 就是反正比方說要出公差 有沒有人不舒服 有沒有人想到醫務室 有沒有人幹嘛 他永遠會舉手 然後有一次是前面出操 出完操五百萬什麼的 有沒有那個身體不舒服 好 人家都來 你跑出去 跑出去 然後大家操完 對 跑完集合 集合完了 好 那我們現在去 十分鐘到福利社 要到福利社舉手 你剛剛不是不舒服嗎 我兩個好了 這都聊天或是 能文能武啊 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有沒有毛筆公差 有 毛筆公差 有 包括我以前那個 我爸在過年就在賣春聯 春聯都是我寫的 好 那就寫的 其實連他自然不會寫 有沒有 殺豬公差 有 你 你會寫毛筆字你還會殺豬啊 有 我以前阿公是家裡是殺豬的 他就去殺豬公差 我想到一個偏僻 我在訓練中心 不是很簡單 向右轉 是向左轉嗎 然後訓練的時候 他永遠是相反 翻找說 向右轉 他就向左轉 翻 右邊是你的右手 右手是哪裡 他就舉起來 知道了吧 知道 好 向右轉 右手 那現在呢 左手 那我現在不喊向右轉 我喊向左轉 好不好 左手是什麼 向左轉 向左轉 真的嗎 沒有… 這關兩個月的 他跟他轉過去 拾摸他兩個月 然後你知不知道 知道 一副很專心喔 知道 是 然後那個眼睛很盲人這樣 瞪他 瞪他 他有點盲人演得好好喔 定啊 定兩個月 結果後來驗退 為什麼 他是怎麼樣 精神壓力更大 他永遠是相反嘛 他是故意的啊 對啊 我就覺得他故意的 裝少 我覺得是故意的 其實那時候很多人 要裝神經病的 為了就是要除疫嘛 驗退我聽過最屌的 就是台智遠 他以前是政治作戰學校的 最近他快四年級想想 不行了 這沒有辦法捏下去 捏下去以後怎麼辦 還要服役的怎麼辦 後來就想辦法裝自己腦筋的問題 可是裝腦筋的問題很普通嘛 很平常 然後在醫務室也待了 後來他怎麼死出殺手劍呢 學長到醫務室去看他 他假裝跟學長吵架 然後衝進那個 衝進那個廚房 那個醫院的菜刀 不是 醫院的廚房 他被開錢 再學平常 有一天就是 因為我們當兵的時候 有那個五百障礙場 就裡面要翻牆 要爬竿 要跳勾豪 OK啦 他就造一個兵來爬竿 那個爬竿其實蠻難的啦 那個兵就始終爬不上去 他就很氣了 爬上去 爬上去 然後一直爬 那個兵在那邊原地 一直爬 一直爬 上去上去一直爬 然後最後下來了 最後下來了 人 我出來了 我上去就出來了 我 我不信 就一看真的一攤 為什麼 為什麼會出 就緊張嘛 人的肉體喔 有的時候經過這種太大 太大的精神壓力的時候 會出現這種怪異的反應 然後後來也有帶他去那個 救援 而且最悶的對手是 一個醜女的就算 跟三女的 以前在關禁壁嘛 不是就有人送進來嗎 送進來我就會去接啊 接了然後就說 你們是犯什麼罪啊 三個不敢講話這樣 我說你們到底犯什麼罪嗎 我們 我們把槍收掉了 為什麼 為什麼收掉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台灣天氣有冷成這個樣 都要燒槍嗎 因為那三個是收海防 然後呢 因為我們的槍 跟我們現在用的這些槍都不一樣 那我們的塑膠很多 那有一天他們在巡邏 就是巡巡巡巡 太冷了 因為海邊很冷 他們就說 就很天兵啊 就跑到那個防風林 就說 那我們生個火嘛 生個火是不是比較溫暖 好 三個就挖一個洞 生個火 那他們也很厲害 那個槍不能吊喔 他們還記得 槍不能吊 那我們把槍架在那火旁邊 對 這樣很亮 不會看到 他們就很冷很冷就睡著了 然後睡著了 然後在風吹什麼 那三把槍就 倒在火堆裡面 好 三個醒了 那兩隻醒了 那個槍 只剩下鐵的部分 槍斷 所有膠全部燒了 這 這後來要回到部隊這樣 然後 那天才看到 哇 因為我退伍這麼多年 這個跳傘的基本動作 我都還會 來示範一下 跳傘 我們是抱負傘嘛 所以你出傘噴的動作是 我們會練習落地的動作 落地的動作以後是 你往前跳一步 然後身體側板 然後擺盪 預備 去 這時候跳 好 好 那我們請到每當位 張立衛來示範一次 示範一次 我不會啦 我沒有示範 快點 他那個跳傘那個高 快 沒有沒有那個 預備 這個 不是 我剛剛沒有放到 抱著 動動動 翻過來就對了 來背 抱著 是這樣抱還是這樣抱 這樣抱 抱這個 對 GO OK啦 OK 對不對 你一天要做多少錢 我們是 早上五千嘛 中午五千 下午五千嘛 那一天跑一輛五千公尺 對 然後其他 其他就是動不動交舞蹲跳 交舞蹲跳 隨便就要100 請問兩位衛生營的 你們的體能是怎麼樣 我們有單架操 單架操 對啊 我們有單架操 不會 你陣亡受傷 要不要找他們 對 這比較娘一點 單架操那時候 這個全國還比賽 什麼計測啊 都是測單架操 那個很操的 計測還是測單架操啊 對啊 他有隊伍的啊 什麼 你知道嗎 還單架 變換 對 要來全國比賽 全國這種衛生 衛生臉比賽 因為當兵不同 你會碰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是學美工的 所以我在部隊裡面 最後是附著美術 有一次給我的徒弟 氣到快要死掉 我放假回來 就會發現 我去 我要放假以前 我交代他 我們中正堂前面 有一個先總統講公 騎馬的一個坐像 丁之挺把他摔高這樣 然後因為久了髒 上面鳥大便啊 什麼髒這樣 我要當兵前 我要休假前 我就交代我徒弟 我說把他重新刷漆 他說學長刷得怎麼樣 刷得怎麼樣 沒關係 反正就是一般正常的嘛 就是單色嘛 要不就是立體什麼之類 我說刷完漆 我休完假回來我要看到 結果我休完假回來 他是刷了一個星期 可是我徒弟人不見了 我就想他媽這人哪去了 然後我就到這邊找了 結果後來發現他在緊閉室 然後我就想幹嘛 就緊閉室把他領出來 領出來我就問他 我怎麼休假你跑到緊閉室呢 結果他就跟我講 他為什麼到緊閉室呢 你知道嗎 我休假出去對不對 他早上起來就很勤奮了 拿了油漆就要 就架了梯子 就要去刷那個 刷了也刷刷刷刷刷 他的玩心來了 他把線都跟我們講說 臉刷白刷成 然後把那隻馬刷成斑馬 然後他也不是刻意 他就是上漆嘛 就是沒有全部先上 他比方上線他就把它上成斑馬 就先這樣上 然後先上臉這樣 想說吃完飯回來再上 結果還沒吃飯 那個震撞主要怎麼還經過 你怎麼搬馬了 滾起來 重演屬於天兵的一種 天兵